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 真是一体 一体里面第一的就是爱 一点都不假了 这个爱是真爱 纯真无望 我常说的 人生百事 人生下来一百天 三个多元 体怒真场 你从他身体细心去观察 自信完全显露出来 那是真 那是常永恒不变 他露出来了 千万年前如是 到今天还如是 没有改变 哪来的古今 是我们迷惑了 迷惑越迷越深了 从来不觉悟 一百天小孩还不会说话 但是你细心就观察 你看他的眼神 你看他的动作 充满了天真的爱 他这个时候还不会认身 对他母亲的爱 别人去抱他 你看他对任何人 平等的爱 从他的眼神 从他的动作的时候 你能观察得出来 那是什么 天性 那是大自然 没人叫他 远古远古 老祖宗所看到的 我们今天也看到 都在眼前 古今没有分别 中国外国也没有分别 只要你细心 你不要有 起心动念 不要有分别执着 你就看得特别清楚 那么这更爱 如何能保持 永恒不变 这就是佛菩萨 佛与菩萨永恒不变 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 为什么 他是一体 知识迷雾不同 有的觉悟了 有的迷了 迷有前身差别 有人迷得浅 有人迷得深 迷得浅的容易叫 他容易叫 迷得深的不容易叫 为什么 他坚固的知识 佛舍不舍弃呢 佛不舍弃 佛是门中不舍于人 迷得再深 做再多的坏事 佛还是等他 为什么 他造作的善与我 都受过报 这就是六道 你造的善 你身在人天 所以相互 我跟你说真话 不是叫相互 消 善业 善业也消掉 因为自信里都没有善我 你造的善 善要消掉 善在人天消 造的我呢 我在山土消 统统叫消业障 善也是业障 是我也是业障 都是在消业障 业障要怎样才能消得掉 不着相就消掉了 着相消不掉 不着相就消掉了 相福 不着相福的相 就是没有那个相福的念头 你在地狱的时候 没有受苦的那个念头 就很容易出来了 很快就消掉了 一切法从心一想生 这一句话重要 所以 你学了净土中 你把所有一切善悟念头 统统转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念头 真正 真正 殊胜到极处 为什么就想东想西 那 就明妙心菩萨教人 少说一句话多念一生佛 太有道理了 用真诚恭敬心念这一句佛号 小八十一切生死终罪 一点都不讲 是真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